你知道被钢铁侠毁掉的那条机械手臂究竟有多贵吗 众所周知东宾作为九头蛇第一男魔 曾经依靠那无敌的机械臂暴打美队 硬汉钢铁侠数十秒不落下风 而作为九头蛇科技巅峰的产物 东宾的机械臂不仅不需要充能 更是能够防水防电防枪炮 而且扛击打属性一流 可惜在影片中并没有交代其材质问题 因此也无从得知其价格 在被钢铁侠一炮封碎后 黑豹为了增强对抗外星势力的巅峰战略 良神为东宾打造了一条全新的镇晶币 作为漫威宇宙数一数二的稀有金属 镇晶不仅能吸收各种动能化为己用 还能大幅度增强穿戴者的防御力 这也是为什么黑豹刚登场 就能成为复联巅峰战略的原因 而根据漫威官方介绍 镇晶的价格远超地球所有金属 一刻就高达恐怖的15万每刀 影片中东宾的体重为78公斤 在装备了红星机械臂后的体重为120公斤 那么它断掉的手臂就是42公斤 这个重量是九头蛇参讨了科学数据得出的最佳配 那么瓦坦达为东宾量身打造的机械臂重量 肯定也是42公斤左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其价格为6.3亿能刀 然而喜白若三分 东宾在得到如此强大的机械臂后 却再也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只会拿着机枪在那一顿秃秃 也不知道黑豹看到会不会被气哭